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驚奇頭這個認賠殺出 這是一個很有名單的意思 因為以前台北驚奇 預售賣得非常好 然後呢 後來預售有人退戶給建商 一兩百戶吧 然後建商也吃下來 然後他城屋就要賣得很好 所以對於這個建商來講 他可以內部直接玩一二三期的加價法來玩 建商內部就可以玩 他不一定要真的要推那麼多期 他自己整個社區就可以玩 完了後來呢 三年新城屋有兩戶輪法拍 就是投資客啊 對投資客來講他只是要賺錢 他沒有要住啊 他可以賣給愛麗莎莎 可是沒有這麼多愛麗莎莎會買 而且愛麗莎莎實在對這個社區 太有名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愛麗莎莎住這個社區 然後那個房子呢 都被他笑得亂七八糟 但也不是愛麗莎莎的錯 他真的是很真誠的一個小女孩 他只是真誠的講說這個房子真的太小了 然後大家覺得很難住之類的 因為太小 錢少當然太小沒有錯啊 可是他本來就是套房格局啊 當然他還有更多住的問題 可是對投資客來講他沒有要住 然後他想要出租 租不掉 或是租不到好價格 所以他乾脆斷頭殺出給你法拍 我不要了 所以這個社區就爛掉了 你看2019年到現在 對不對 輪法拍就沒啦 沒有啦 這個社區就是 起不來啦 不止 你看 這樣的社區也很有名 建商倒閉金爵魚屋根本一堆 這個案子在北投 御壽 新城屋一樣發新聞港說 本社區封關完銷 封關完銷之後 建商就倒閉了 然後就法拍 然後就記者去查 很妙齁 十二個物件是自家魚屋 銷售網站蓋上大大的完銷耶 然後自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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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些建案就是自銷 然後去查 價格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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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上去呢 斷頭 所以建商的三期階價法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夠成功 有些是 消費者只要你不相信 或是他房子自暴 比如說漏水 這局就玩不下去 那你說 啊 什位哥 可是新竹還是很多案子 價格一直往上漲啊 我們怎麼辦耶 對不對 我們新竹人賣乾 買房子出來賣乾啊 只要你夠聰明 你就不會上當 這個案子就是你 夠聰明 你就不上當 在竹北每一站開始 הט cares全部 豪宅最後 整棟被法牌 這是以前的整棟被法牌 你看這個造型外觀 看起來 很像新復發也很像遠雄 也很像忠越 集各家之大神 這一塊很像忠越 下面這一塊很像新復發 兩個加起來很像遠雄 你們只是像而已 隔壁也像忠越 就是他蓋的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結果呢 賣太貴 他預售的時候 單戶總 每瓶開價41到53萬 四字頭 創當地的新高 你看 三期加價法 加到最後 如果你開價到太高 就沒人會相信 所以這個就會被破局 那建商已經開出去 41萬年成交 笑死人嗎 二字頭成交嗎 他玩這個遊戲嗎 於是沒有投資客要嘛 這案子後來到了陳吳蓋 再好 整筆法拍 懂齁 只要你不去做這個事情 最後他就會爛掉 懂嗎 那再來 台商投資客投降一次四五豪宅被法拍 投資客當然可以買房子來炒作 無限上綱的利用銀行的低利率來炒作 但是只要賣不掉 時間一到 他撐不住 他就被法拍了 再好的豪宅也是 你不要說這個豪宅很棒 不會怎麼樣 不是 他也是會法拍 這房子在哪裡啊 天喜 然後 總之四戶法拍屋欸 七期欸 你說地段很好 怎麼可能被法拍 是啊 你無限加上去 人家不買 就房子爛掉 這房子看起來也是 沒有太多問題 看起來嘛 只是看起來真的不太像豪宅 大家對豪宅定義這實在是很 太輕軟 這看起來不是什麼豪宅 外觀不像 但是呢 投資客持有一定是想要賺錢 那如果他賺不掉 只好被訪派 所以投資房地產 或是說建商兼操作我們的價格 總是有技巧 但是並不是每一次都會成功 只要失敗 下場就是這樣子 就是很慘 現行實價登錄 門牌以32圍區間 有間成交32萬 是哪一間 不用猜 就是這間 永慶實價登錄3.0 門牌完整接了 看得到門牌 才是真實價登錄 房價真透明 永慶實價登錄3.0 最新影片都在 好凡網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哦 打開小鈴鐺哦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 祝大家